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' day 廣告继续浏览后续在乡在德国经销的中国网上征税的战斗中, 德国党 G 2019 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。 柏林市财政部长马蒂亚斯科 拉茨 向经济周刊表示 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网商带来的营业税收入从 2017年的3400万欧元增加到今年的大约2亿欧元 这几乎 是2017年的6倍 负责这一领域的全国税务局 位于布林市纽克伦 区 过去 网上交易始终存在税务欺诈的问题 尤其是从中国出口过 来的产品的税务 科拉茨表示 在争取更多税务城市的艰难斗争中 我们取得了轰动性成果 自2019年以来 在互联网平台上出 受商品的商人被要求提供一个税号 在布林相关税务局注册的中国工 私语市从约450家猛增到近29000家 税务局每周收到大约300个税号申请 税务局该部门员工从40名增加到114名 但 科拉茨表示 尽管成就很大 但仍然有很多网商在进行税务欺诈 他没有透露税务局管辖 其他国家网商的部门是否也获得了类似强劲的增长 C of promo, newsletter, title C of promo, newsletter, text self C of promo, newsletter, text self C of promo, newsletter, c of lashes i-i-i-i 什么 i-i-i-i 什么 i-i-i-i i-i